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开始邀大家参与这一场赛事时,很冷清,直到老王教练也要参与时,大家才热络起来,从收集资料,取对名,分组,收钱,最后两天有三个选手不能参赛,再找替补选手,身边处处有高手,学子,同学大力支援下,让整个活动顺利,而我们也有一个专属休息区,这也是2018天中马训练营结束后 第一场聚会,天威亮我们就在会场准备,许久不见的同学们,这三个月的训练,我们一起苦,一起尝到甜莓果时,这种感很让人格外珍惜,老王教练都会带着大小鬼一起参与,让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,蒂娜,温妮也来帮 我们加油拍照,第一棒准备要出发,真觉得这三个男人很帅,丝毫看不出紧张的神情,教练的英姿,果然帅到天边去 原来这就是波浪符空中换角波浪符帅帅帅,我们另两组的队长,是在微笑波浪符欢乐中起跑的波浪符波浪符超级开心的 还有我们同学帅帅的跑资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会滑,荣学子的神救援波浪符,谢谢波浪符本人也有私心 要来个完美接力过程记录,就是要假掰,完成街坑的索普波浪符波浪符才有接力的负,啊,忘记助跑最后一棒是滋云,因因,所以我们拉上班骑,力气陪跑,超级欢乐的 经验得知波浪符骑手很重要,波浪符接力赛就是能为每一棒加油,机长 等待每一棒的回来,再帮每一棒加油,很有趣的活动,说好的欢乐跑的呢,成绩出来,大家都好拼命的跑卧波浪符 尤其是圈圈,自云太厉害了,波浪符小组合照,快马队,都是精英呀 波浪符波浪符先预祝尼克出马顺利玩赛微笑队 感谢两个学子之缘,依依还从屏东来,真的太感动,罗欢乐队,谢谢自云之缘 隐藏住两位高手波浪符明年要再一起来玩罗女孩的跑团 成军一年半,想想今年要不要再来冲一次红豆马额波浪符田中三朵花 想到田中马训练营,休想到老王教练,想到有时 马花,就会想到田中三朵花,真的不是我在说,小有名气的呢 波浪符后来才想起碧兰写过三篇三朵花的初恋 波浪符热恋波浪符就红了波浪符 最终波浪符我们拿到一个牌波浪符 2018田中马训练营波浪符当成纪念品相约 明年的228要再来接力 罗波浪符每一年的228都很不一样 分享引用教练的话 波浪符训练营最大的成果不是学员结束后比赛有多踊跃 而是在结束后学员都获得训练营给的新制段 而学员与教练坚因为在这段期间磨练建立起同甘共苦的情谊 分享分享留言列异